一河之隔 区分了内地和香港 亦象征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独特性 回归二十年 中港两地急速融合 矛盾却越来越深 两地关系似近还原 现在七点半 赶着搭巴士去深圳 Dennis张龙说 一个星期最少有三至四天 香港深圳两边走 由香港家到深圳办公室 每日来回车程至少四个小时 车费接近三百元 这种跨境生涯 它已经习以为常 我今天在深圳湾下车 我下巴士 其实五分钟就过关了 一定是很近的 我不觉得过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令到我觉得好像去了不同的地方 没有这个感觉 过关就是回公司 那时打开门 那时打开门 Dennis在深圳的办公室位于前海 中央政府成立前海合作区 推动粤港合作 打造一个特区中的特区 包括我们的内容 你怎么试进去 第一印象、第二印象 你分栏目 你应该很难用第一印象 Dennis的科技资讯公司 希望可以打入大陆市场 两年前决定来前海创业 现在我们的同事 大概是八个人左右 在深圳的办公室 主要是有技术部同事 还有有市场部 或者叫做运营部同事 通常都是要聘请当地人 因为他们比较贴地 知道要些什么 虽然前海配套仍然未完善 Dennis依然愿意上来做开荒牛 因为这里会为初创企业 提供税务和租金优惠 这里300呎 月租人民币大约1800元 1011元 我开始在香港 看看会否有办公室的时候 发觉租金这么贵 其实都是四、五百尺的大约 大约20,000元 地价昂贵 始终不是创业友好 地价昂贵是8万元昂贵的 这是七三二,女生很喜欢 我觉得很温馨 这个宿舍是一间五口的 十五百尺多大 三百尺 三百六尺 五尺 这个宿舍是专为来前海创业的年轻人 而设 六成房会优先出租给香港人 每间房间都会有一个独立 不是干湿分离 很好 洗澡和洗澡 洗澡分开 多少钱了 这里是2,200元 2,200元 划算 很大 很大 你相同一个尺寸的设计 在香港就会很贵 香港人北上发展 早在80年代前 已经有港商北上开创 进一步推动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 回归之后 中央政府推出多项中港两地合作协议 推动两地紧密合作 这个安排是一份大礼 不过中港融合也衍生两地矛盾 自游行逼爆香港 反对内地人妇来港产业 大批双非孕妇来港生子 老妈妈反抗你 打倒水货客 打倒水货 以致水货客影响民生 也引起香港社会反弹 每次过了隧道之后 会出到感田的位置 会看到深圳特陆那边 现在烟霞太大 大都依稀看到高楼大厦在后面 那些是深圳的位置 小伟行五年前由青衣搬入元朗 发觉香港与内地那种接近 不单只是地理上 还在生活上 他在元朗住那几年 政府未收紧自由行一签多行的政策 来元朗买日用品的内地旅客特别多 当你的旅客影响到生活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对那群旅客 会有一个抗拒的心态出现 最近又回来,有些朋友收拾我 看到的需求不断转变 那种变化不是纯粹 大陆一定会需要你 当他某程度的时候 他已经有能力了 他未必真的需要回到香港 那天看地图最窄的地方是去那里 但这个位置应该就是 楼梵山 都是最多人在那里落上岸 是海边,阿满是海边 小伟恒,小小就听爸爸说 46年前偷渡来香港的经历 一路去湾位 接近位置,找不到,46年了 看警署 知道了,知道了 泥流量这么高 那就是一步一步 爬泥爬过来 那时候应识政府统治的时间 开放度和自由度高一点 当年香港正式是灯鲁酒绿 夜新歌的地方 年轻人很喜欢香港 夜新歌的地方 也许是在找食堂的机会 和发展的机会很大 这边比这边更荒蜂 现在今天的高楼大厦 临隘,又有桥 真的是两个天地 我爸爸所說,我們是燈紅酒路 我們住在香港,所以我們要來香港 我絕對沒有這件事 照著我去玩,哪裡玩 我去到內地玩,我去深圳玩 這裡是夏伯泥,前面就是深圳,射口那邊 以往偷渡者是從香港那邊的光 那裡就是香港,因為有光,所以偷渡 但現在一切反過來 我們去到香港邊境時,有光的地方反而是深圳 尤其是回歸了二十年之後,很多東西都好像反轉 經濟,例如文化方面,人流 以前的人每個人都回到內地探親 如果反過來,就自由行來香港買東西 然後我們又要回到內地去工作 畫面上,其實某程度上都是自我反射 其實我可以拍得很近,鏡頭也行 但是我自己覺得保持距離,感覺會舒服一點 香港我覺得現在就是處在這個位置 如果每次走得太前,或者每次靠擁對岸的話 其實你可能有時候會失去很多自己本身的東西 回來後退後,會知道自己有甚麼值得保留 有甚麼價值 其實這是一塊鏡子 以前的人是…我們看香港是這樣的 現在的人看香港是這樣的,好嗎 這塊鏡子其實是令你可以看得清楚自己是甚麼 很留意呃 首都北京,對Dennis來說,一點都不陌生 他98年畢業後在香港的廣告公司工作 沒多久就被派到北京 基本上我年輕時的職業 其實都是在北京開展 我在北京有十多年 我是二千年至三年 其實我都在北京 每次回來 我都會見到有甚麼改變了、不同了 我會的,所以整個感覺是很熟悉的 她先後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 更看準當地發展機遇、自己創業 後來因為一場大病 一、三年開始回香港和深圳發展 現在偶爾會回來北京談生意 以前很多大公司的經營主席 或者國外公司的經營主席 都會有香港人 人們會覺得你是師父 因為你見的東西多點、認識的東西多點 二十年前的時候 香港人上來其實是會拿回香港人工 一個月三萬元人工就算了 但當時北京的發展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所有的舖租也好、樓價也好、薪金也好 其實都會比現在低很多 意味著其實我那三萬元 在北京是很好花的 Dennis你好… Dennis你好… Dennis十幾年來穿梭中港兩地 親身見證著內地經濟的騰飛 覺得香港人在內地經濟發展的角色 也明顯不同 跟他差不多大的內地人曾林也認同 隨著兩地的經濟發展 香港人的優勢已經沒有那麼明顯 他們的終點是香港 當年在中國有個歌手愛盡 他有一首歌叫1997我要去香港 對我會唱那首歌 1997快些到吧 八百萬九天是什麼樣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 1997快些到吧 那首歌很多人都會唱 因為那時候就是1997快要回歸嘛 所以每個人都很激動 因為這件事情 在中國的教育其實一直會被教育說 這個地方被別人奪走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拿回來 我應該是2000年之後 我去過一次香港 我特別喜歡那時候的香港 從最開始覺得是一個特別神秘 很渴望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到現在就變成 就是它就是香港 也是一個滿美的地方 但因為很多人可能都旅遊也去過 並沒有覺得那已經是一個很神秘 很高高在上的這種地方 我是Asta 她是Dennis 我們都是從香港過來的 回歸20年 中港融合引起的爭議不斷升溫 Dennis說很少會想這些問題 她和身邊很多北上尋商機的朋友認為 思考香港在國家發展的角色 反而更迫切 因為融合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我們香港是中國的其中一部份 如果不能避免的話 那就不要去避免 反而如何主動令融合做得更加好 我覺得還有一個定位 就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一個僑良 因為始終雖然國內的人 可能英文都已經很聰明 懂得的東西很多 但是那個文化和溝通 這件事香港人還可以做 按它的位置 那時候還全都是鐵絲網 還有鐵絲網,現在全都沒有了 上水古洞這個位置 和深圳非常接近 只是一何之隔 近年香港開放邊境禁區 銷衛行眼中的後花園 也要追隨發展步伐 中港邊界漸漸變得模糊 其實這個景色可以維持多久 這是第一次想的問題 其實這幾年持續來的 其實也看著有變化 就是農地或魚塘不斷在填平 應該是為了將來的發展 做準備的地主 寄望這裡會發展成 像對面深圳一樣起樓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 所謂經常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城市 但現在我覺得漸漸走向單一腳 這條線是一個身分的象徵 住在這條線 以南的人叫香港人 住在以上的人叫中國人 或是大陸市民 這個無程度上是… 你可以說那條線 有特別身分、有特別歸屬感 可能是二、三十年後 這條線可能已經不需要 我下一代的下一代 其實不會說有回鄉下 或者回大陸這個字 我們說我們去深圳 就像去旺角一樣 這種生活狀態 回歸二十年來 中港兩地有多項跨境大型基建 像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等 在基礎建設上將香港和內地接軌 不過工程超值、延期 甚至高鐵日後的出入境安排 都引起很多香港人質疑 很多基建、很多所謂的發展 是對外的,不是內需的 我看不到本地的這個需求 這個融合我自己覺得是配合國家的計劃 香港政府、中國政府 想將這兩個制度變回一個制度 深圳去香港或者香港去深圳 就好像尖沙咀過來中環一樣 可以搭一搭船 或者過一過海底隧道 那就能夠過了 就是兩邊沒有分別的 要把兩個制度融合的話 簡單說要將士彈一方的文化消滅 或者將士彈一方的文化磨蝕 就是牛腩好的地方消滅 換了都是一些五光十色的郵遊藥房 或者是一些連鎖的零售店 經濟發展的同時 亦都可以有更多屬於香港的特色的東西 出現 現在我覺得是消失的 每次見到維港兩岸的感覺 有點熟悉、有點陌生 現在說到2047年 當時我是六學歲 我也不敢想像是甚麼 有可能… 遲些你會看到那隻天星小輪 上面是Hong Kong的字 叫Shanggang 兩岸給你 是… 可以了 兩岸一、兩岸一、兩岸一、兩岸一 大一個就五歲 兩個小的是兩岸一、兩岸一、兩岸一、兩岸一 好,可以 很有可能他們小學、中學時 就離開國讀書 到時他們會覺得自己… 我…我是ABC 女兒今年差不多水盆 她成長的年代希望、將來 還是一個用繁世字的香港 一個港幣、文化的香港 童年齡見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